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議程呢 會是里長博Light Butter 但是這個議程出了一點意外 因為我們的講者斑斑啊 他昨天的話臨時告知我們說他身體不太舒服 所以他原本在決定說今天的話 他是要遠距離還是說他能來現場 但是我們今天收到的訊息是他可能身體 可能連遠距離的方式可能都無法handle 但是也沒有關係就是今天下午的時候啊 我們有詢問小斑 其實小斑啊他也在里長博裡面 也有在當年handle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緊急的問一下小斑他願不願意 根據這個議題然後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是拜託小斑代打了 感謝感謝 好 那我們歡迎小斑 謝謝 所以 臉講廊場有點害羞 反正這就是開放性跟流動性最大的實踐嗎 就是因為他把同影片開放了 所以我先看到流動就是我可以隨時補位他的位置 好 那這個就是李博是一個project 那這是坑主來做成影片 然後我在裡面扮演的角色比較像是PM 或是轉譯就是把我們要做的需求 也是做成功能師可以做的東西 那主要是要讓公務員颱風天不再崩潰 然後我們都是一群一般的市民 我們怎麼向市政府提案我們要去做一個專門 讓李博回報的LINEBOT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囉 就是一個解任務一年的感覺 就是解任務的旅程 首先你要知道人物關係圖 所以就你會有公務員 他要解決台北市的工作失誤 然後呢這個世界上有個東西叫做 李長LINE群組 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有12個行政區 每個行政區裡面 所有的里長會夾在一個群組裡面 還有負責的那個區的公務員 會夾在那個里長的群組裡面 這叫做里長群組 所以里長A他就要解決里長的事情啊 他也會在里長群組裡面 然後很多的里長自己會在創建一個 他們里的群組 那還有那個李明C 就是你沒有什麼身分 那你關心公共事務 你有可能加 然後現在任務開始 現在里長A從里辦公室走回家的路上 看今天陸燈畫的詞 是里長A會選擇 A打1999電話 就是可以陳情 二拍照傳到里長LINE群組 三傳信息給議員助理 第一寫單音陳情系統 Hello台北 有人想要猜或回答嗎 對就是B 然後單音陳情系統是一個網 是一個網站 就是你可以上網去回報 好那第二題 處理完路燈後 里長A回家路上經過公園 看見潮很強 夏天怕資深穩重 里長A會拍照傳到里長群組 第三題 終於回到家準備洗洗睡 突然里長A有LINE訊息 原來是李明C傳的 他說附近的小公園 要被改正成大樓 減少綠地 以表示抗議 上一場剛剛有人說語速太快 但是這個部分就快過去 拍照傳到里長群組 所以 四個選項 剛剛有四個選項啊 但是為什麼他們不要打1999 因為電話會被轉來轉去 所以加LINE比較快吧 然後拍照傳到里長群組 有個問題是群組人很多 里長會擔心說 到底公務員有沒有看到 所以可能就會再傳訊息 或打電話給議員助理 就是透過名帶的方式去解決 然後 單一層型系統就很複雜難用 所以還是會覺得加LINE比較快 我們這個會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整個台北市都是我的群組 然後 所以裡面的有公務員很崩潰 因為 呃 我直接挑這個 颱風天的時候群組會很可怕 因為會公務員速倒 然後擋 然後 你沒有空回訊息 你也不知道哪一條訊息 你回過了 就是 非常混亂 呃 所以 這張 我其實 不知道他放在這邊主要幹嘛 但這張是我們那時候 有去手動統計某一個群組裡面 某一段時間 回報的東西的類型 這樣子 呃 我們都在試圖找出理想 到底會回報哪些東西 所以總之就是你可以想像 你颱風天你是公務員 然後 你要面對台北市12區的里長 一直跟你講 呃 樹 樹斷了 然後這邊淹水什麼的 所以 但是他們都在LINE 其他方法他們都不想用 那有沒有可能用LINEBOT的形式 就是里長回報LINEBOT 然後LINEBOT它會比較結構化的資料 回到 呃 Google表單 然後公務員可以在一個表格上追蹤這件事情 就是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呢 呃 坑主就在2019年9月受到DreamV一個中提案 然後那天來了超多人 都不是里長 然後 呵呵 就是 對 然後 一開始 這個是DreamV專案裡面比較少的地方 就是 會先做User Story Mapping 大部分 我知道DreamV專案常常都會開始直接寫Call 但那天就服務設計師 跟呃 帶帶一群人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歸納出一些原始的作業流程 比如說 里長是怎麼通報案件的 公務員是怎麼接收案件 然後 公務員怎麼回報 以及 常見的案件類型整理 有人說 你開發數位服務就是 呃 用 不要一直拍我 呃 呃 用 就是 做一個東西可以解決80%的問題 所以 呃 上面5個就是80%或90%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就開始寫這個Tribot script 就是 呃 里長要怎麼跟這個Tribot互動 然後 這樣把它寫出來 然後 我們那時候參考日本福岡市的一個 就是 也是市政府類似的一個應用這樣 那 這個是 現在server還有開折的話 就 還可以用 那就是 我們就做了一個prototype 讓它可以選時間 什麼時候發現 然後上傳圖片的時候 也有那個圖片的位置訊息 但這邊會再請它 用Line內建的地圖功能 再確認一次 呃 對 所以它會再給你地址 然後 再請你上傳一次圖片之類的 好 所以就 大概是prototype 就是這樣 所以呢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把Line接到 用Google表彈先當作一個暫時後台 就是公務員視角 他們會需要看哪些東西 他們會需要filter哪些東西 OK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prototype 然後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才去找Line長 想要問Line長試試看 用 他們會覺得 好用嗎 那我們訪問Line長會發現 其實每個Line的狀況差很多 他們在意的功能會 不一樣 然後還有 我們還需要考慮到Line長的 平均年紀 而且 還有 有人 就是 打電話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他們並不想要打字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那 可是 就回到剛剛那張圖 我們需要Line長用這個東西回報 同時 也要公務員願意用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才會發生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跟公務員談 那其實公務員跟Line長背後方便 是代表更龐大的關係人 就Line長他要做選民服務 他要做人據網絡 他要跟民意代表拉關係 公務員背後有 層層的組織 他也不能他說了算 然後要做很多事情都要邊法規跟邊預算 這就是我 剛剛上一場演講說的 厲害關係人很複雜 社會議題很複雜 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專案其實技術面 一點都 就是不是卡在技術面做不出來 是這些溝通 所以我們接下來去敲台北市政府資訊局的門 然後這個是Country慘痛的經驗 建議大家敲政府的門之前 先搞清楚幾件事 第一個政府部門之間是怎麼分工的 就是我們到這件事情到底是要去找資訊局 還是民政局 還是什麼研考會 他們到底 就是Line長 就這個東西包含哪些 跟政府既有於提案相近的資源是什麼 因為政府要做新的東西 他們當然會覺得那有什麼舊的不行 跟政府本來接受提案關到哪些 跟第四個 就是當我們傳隊帶著Prototype去跟政府合作的時候 我們想要的東西 要怎麼跟市政府合作啊 因為我們又不是標商 我們沒有公司可以接市政府的標案 所以在政府的分工部分是長久累積的結果 那所以你一開始就覺得Line Tribod 應該就是資訊局的事情 然後但是里長的部分是民政局跟區公所管的 但是處理這件事情的 這些事情的公務員 也是研考會 公務局 環保局 交通局 每個局數之間的關通都是成本的 你更不要說辦公室政治的問題 所以我講太慢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網站的系統 然後台北市政府接受公民提案的管道 所以這樣我們跟資訊局討論的結果是 我還有幾分鐘 OK 就是他們認同Line是 可是他們會想要從資訊局去 全面的重新盤點里長與市府公共的需求 我們本來只想要盤路導 但是里長還有其他 比如說他要發愛心便當 他要辦什麼里民旅遊這些東西 他想要全面盤點里長跟市府的需求 以及他們問說 為什麼里長會願意用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說 那還有公務員要怎麼用 公務員最怕要很多個系統 然後他所有東西知道都要key一遍 所以我們會希望可以接到台北市 單一層系統的後台 這樣子後台管理是一樣的 然後所以 我們就再去找里長攤 但後來發現 他為什麼還知道就是里長Line群組 就是里長的工作 他是需要有真實人物的熱度的 如果就算是在Line上 可是他是跟一個機器人 但是他要的是把乾淨 就是要的是 欸我很照 那個議員跟我很鐵 就是很鐵哦 然後我可以幫你很快解決這個問題 這才是全民服務嘛 如果你是LineBots 那跟我自己上網填那個網站資料 有什麼差別 所以 我們還是又再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公民參與委員會 那公民參與委員會的角度 就跟資訊局非常不一樣 他們 我們又剛好去到開放資料小組 所以他們就會希望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開放資料 結果 就是跟公務員接觸的結果就是這個牆很高 然後他們對我們的期待 都超過我們團隊 可以承受的範圍 比如說 全面盤點 LineBots跟市政府的需求 那這個LineBar跟這個App 就會變得超級無敵大 然後跟政府組織的分工 就是 這種專案到底是資訊局可以決定的呢 還是民政局 還是 就是 哪個 哪個部分 還有我們剛才講說 LineBots他需要做選民服務 他不是一個單純回報的民眾 所以兜了一群我們學到什麼 就是第一個是目標要是先確立好 因為市政府 你沒有辦法約市政府說 我們來開會聊聊 然後沒有目標 然後第二個是市政府對開源合作的方式 非常的不熟悉 所以即便我們團隊那時候有建議說 所以台北市政府現在有Github了嗎 就是你也可以是 掛在台北市政府下 然後我們用外部參與者 幫他們做Protite的方式去做 那市政府還是會傾向既有的系統跟工具做改善 以及 我好像忘了講 這個專案現在結束了 就是 上一場講的開源專案很容易結束 就是我們成員很不固定 有動性很大 然後我們意識到要花很高的 很多的時間很高的成本 才有辦法去說服政府 還有說服里長 我覺得超過我們的能夠共獻的範圍 所以本質上很困難 所以它目前結束了 那水準到旅程的終點 但我們就想要分享這樣的旅程給大家 這樣 好像是QA 喔對 現在是QA 大家可以上那個共筆的網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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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 大家可以上那個共筆的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QA的連結 喔 公務體系對於新東西都會 踢皮球 你是說把東西從一個局處 踢到另外一個局處嗎 我們放棄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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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做這個溝通 好 下一題 沒有 現場有要發問 現場有要發問的嗎 喔 喔 後 後面呢 後面的先生 有要發問 有要發問 現場有要發問嗎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想問如果未來還有機會 你們還會想要再做一個類似的專案嗎 所以雖然政府是這麼的難溝通 然後他們的腦袋是這麼的特別 那你會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 你還會想要再來一次嗎 所謂再來一次是 這整個專案再來一次 就是你發現一樣 好像有這種需求 就是你發現生活周遭的確有這種需求 那你覺得說 你會還想要再試一次嗎 就是試著跟政府溝通看看 只是是不同的專案這樣子 我覺得 試著跟政府溝通這件事情 我還是會願意試 因為 我其實並沒有覺得 政府的人頭腦有什麼問題 因為 政府的制度跟民間制度就是 本質上就是有不一樣的 他們有他們運作事情邏輯的方式 但是 你要改善公共事務 某種程度上 你還是要跟政府打交道 這件事情會去做 只是比較大的問題是 你需要 是 該是一個五個人的 開源的小team 然後 沒有任何 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工作室 我們也不是什麼基金會 沒有任何 entity的狀況下去 跟市政府談 而且這個是 是 Grasthru的 是 市政府裡面公務員說 我們可不可以來試試看這個東西 也不是長官受益的 所以 可能你說重來一次會想 喔 要找到長官 找到長官支持 然後 做下去 對 然後我就會 以後會更注意 所以 五個人的team 或是一個side fashion能量 可以到哪邊 那這個就是超越我們當時 可以承受的 的量了 就是 你知道跟政府開會 你都要一到五百天去跟他開 那 如果你有正職工作 你要怎麼請假 對 原本停的公務員 後來咧 試過往更高層級的政府主管單位提案討論 就是市政府下來就是局長啦 然後 然後委員會是比較平行的顧問組織 所以 再往更高層級就是要去跟柯文哲談這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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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開始提了之後 有需求是公務員 因為公務員被那個訊息搞瘋了 這個 這個是真實的 需求 只是 公務員也不太清楚里長那邊的需求是什麼 如果產品的話 這是一個雙邊市場 就是 如果你要做一個電商 呃 二手電商平台好了 要有人願意賣貨 那要有人願意買貨 那我們現在 只有確定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沒有抓得很好 呃 所以你每一次跟使用者接觸 你都會發現 你好像覺得那個使用者需求變了 但可能就只是 因為 你還不夠了解使用者 對 呃 呃 有點想要延續就是上一場講的 然後也是從 專案經理的角度 呃 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呃 呃 像我之前有參加那個 會導致大家的目標 在一開始好像就有滿大的差異 但是 身為一個坑主又不想要 就是 那名外國成員在一開始就有自己被排除在外的感覺 然後也覺得應該要 尊重團隊的每一個人 那 如果以一個 做專案的角度來講 要怎麼 讓大家都可以就是有 呃 被 包含在這個小組裡面的感覺 你的意思是 他不是為了 OK 他不是為了社會議題而來 然後是 為了作品集而來 但你又還是想要 把他放在 自己的 聽上面 一起跟他做下去 嗯 那就看 呃 我覺得那也要看他 把project 重視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所謂重視到什麼樣的程度 累積作品集的重視程度 還是差很多啊 但如果他的commandment 可以跟其他團隊成員一樣 那我就是想辦法找到 可以幫助他作品集的方法 然後 我自己老實承認 我會 做這些專案 有一部分也是覺得 以後可以放在作品集裡面 所以我覺得 完全為了 什麼為台灣更好 是好的 呃 就是 可以有那個目標 但大家的目標本來就是多重的 就 就是 希望作品集 希望轉職 希望練技術 都都是很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沒有辦法在里長群組把機器人加入 呃 至少對外部的團隊來說 不可以這樣做 最好不要這樣做 因為機器人進去 他就會讀所有的 所有的訊息 那我們並不想要讀 呃 因為法律或是隱私權 這些關係 我們並不想要讀 讀那個 里長群組內的訊息 但未來如果台北市政府他們覺得 我們要做 然後跟里長說 喔 你這訊息就是 這邊這個台北市政府都會蒐集掉的話 那我覺得是一個可能的方式 政府跟民間出發角度還是會差很多 好 謝謝小班的代打 感謝感謝這次臨為壽命這樣子 一樣有 而為了問題的話 都可以隨時在私底下找小班 再給小班一掌聲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場議程講著他 三分鐘前去上廁所 他應該馬上會回來 好 稍等